我要平衡的就是我们想不想有一份 是更加有来涵的施政报告 更加有机会可以提振香港市民的信心 就是香港的经济是可以走出困局 施政报告是重要的 所以近日大家传媒都在揣测 这本施政报告会有什么内容 而我早前也都是率先按着财政司司长 告诉我公共财政的严峻状态 但是今年的施政报告是难以 再有好像过去两三年 大量动用公共开支的措施 所以大家的聚焦都是提振经济 究竟这部施政报告是怎么可以提振香港的经济 所以如果明明知道它的最大的目的是这样 我也有一定的机会 可以争取到一些中央的政策支持 令到它或许有这个效果 是不是一定要这么固执 指定那天要读施政报告呢 就是在那天做 然后令到市民失望呢 因为它会听到 没有啊 你都没有增强我们的信心 大家都很担心 现在可不可以走出困局 可不可以通关 可不可以做这样 所以这个决定当然我一定明白 在两天之前做会引来很多揣测 大家会有一些批评 但是为了香港好 为了令到市民有机会可以重振 他们对于香港的信心呢 我是愿意承担 就愿意是作了这个决定 但是这个不是等于影响到立法会的议程 刚才我今早都说给梁主任听了 立法会礼拜三如果可以开会 因为毕竟是会期的开始 我们的司局长也都是准备就许 因为大家记得 这一年是一个延续了去履行职责的一年 所以在上一个会期 就是7月中的时候 就是停止了会期的时候 那些未已的事项 全部是可以继续做的 而事实上我们起码有五条 等待恢复异毒辩论的草案 是可以马上在立法会 再来恢复异毒的 所以纯粹为了行政长官 是一定要在10月14日 而是读一份施政报告 而是放弃了一个 可以将一份施政报告更加完整 交代香港今天的经济情况 和经济前景 我觉得我现在作的决定 是比较合适的 这三年来 我的做法大家都知道了 民生的事是成熟一项就港一项 所以并没有特别扣起一些民生的项目 放在施政报告 如果记得 2018年的6月 我公布一系列的房屋政策 包括居屋的售价和时价脱欧 不是在施政报告做的 而是当我们准备就税 我就第一时间让市民知道 第一时间让当年出售的居屋已经可以便宜一点 到今年1月也不是施政报告 就公布了民生的措施 也不需要等施政报告 我可以跟大家说 现在在社会上等待 关于劳顾会讨论法定假期和公众假期看齐 劳福局稍后 可能是这一两个星期 就会启动有关的工作 也不需要等施政报告 所以权衡轻重 民生的准备可以立刻做 天天都可以做 如果有 但是经济 由于涉及到有一些中央的政策 是值得多等一会 希望可以令到施政报告 为社会带来更加大的振奋 生安宝 都是全部的 金典 就下啦 之全部的 ? 跟